那為什麼會選這家呢 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看它 就是單純的燒蛋 家常菜 對 我告訴你 他們家厲害的 就是在家常菜做得很好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 吃過年的大菜 可是我自己覺得呢 最倦勇跟最能夠記得很久 永遠都是你小時候吃的家 當然嘛 就好像凡媽做的菜 你一定覺得說 我在外面吃到一定 無可取代 對 那這家四頭呢 我先推 為什麼先推 一般四頭都會做紅燒的 然後有冬粉 白菜 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家它是做 沙鍋湯的獅子頭 它是做青湯的 意思就是你吃完獅子頭 你還可以跟他講說 這無先吃這個嗎 對 我們還可以跟他講說 老闆我要加湯 他就會幫你加滿滿的一盅湯 讓你可以喝 所以它其實是一道湯品 它算是一道湯品 對 所以它上來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 獅子頭是半露在外面的 但是你吃到差不多 快吃完了你就跟他講說 老闆我們要加湯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加熱呼呼的湯來 你知道這種冬天 連的是我加冬粉 你們都可以吃到湯汁 試試看 試試看 它裡面還有什麼脆脆的東西 是像 Beech 有一點像是洋芋 但是又更脆的口感 吃起來有點像洋蔥 我們講 Beech 它應該是聽成Beech 對 不是 不是 罵人 對 然後我覺得 他們家的白菜也是軟爛的 然後重點是吸飽湯汁的 它的白菜每一口都有那個湯 好吃喔 跟我家的小時候吃的感覺差不多 是嗎 因為家裡是福建人 但我不知道他們煮的是什麼 但是味道很像 所以有吃到香愁的感覺嗎 對 因為家裡過年的話 我記得不是跟我同學吃的不一樣 因為他們廣東人跟我家裡福建人 吃的不一樣 對 而且它這個刺激頭我覺得 對 它這刺激頭我覺得 最特別的是你們有吃到蕃茄嗎 有 有一個蕃茄的酸味 對 它那個湯有個蕃茄的味道 它其實這個 因為跟一般刺激頭 大部分都是比較偏 醃篤鮮那種白色的湯 或是那種味道會比較重 對 可是它這個其實加了這個 蕃茄進去之後 其實它那個酸味是解那個膩 我覺得它叫這個蕃茄很討喜 就是多類似這個酸劑 我也覺得 對 然後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紅燒豆腐黃魚 好 紅燒豆腐黃魚 它旁邊還有大蒜 我剛剛以為它有豆腐耶 然後有 有大蒜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久沒有吃到 好吃的紅燒豆腐黃魚 為什麼 因為魚油很容易有吃 那顆蒜 這太大顆了吧 有大蒜跟豆腐 你要看清楚喔 那是大蒜 你要看 那是蒜吧 蒜吧 好大顆 然後 一整顆 它的豆腐啊 基本上就是真的是 現場我們吃的時候 就是吸飽了滿滿的那個 黃魚的味道 有耶 它豆腐又滑嫩 然後又有板豆腐的那種口感 我就覺得它很讚 重點是它的黃魚的那個魚 也是很細嫩的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 不配白飯不行耶 而且過年一定要有黃魚 都好適合配白飯 而且不是 所以我就 它有那個豆瓣醬是不是 它那個醬 它是豆豉 對 豆豉的味道 豆豉的香味 很香再不鹹 對 不太鹹的 甜甜 好 因為等一下就要讓你吃更鹹的 我們這樣安排是有道理的 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後面越來越重口味 對 大蒜其實滿好吃的 大蒜很好吃 其實燒的功夫燒得很好 是豆腐跟大蒜都入味 對 因為大蒜已經呈現那種 洋芋的那種感覺 對 髒髒有沒有 外面看起來是完整 但裡面是鬆軟 而且它完全沒有 已經沒有大蒜的那種重味 沒有大蒜的辛辣 而且它用的這個酒也滿好的 那個酒香 就是留那個酒香的香氣 在魚跟其他食材上面這樣做 最後一道 它的這個花椒燒蛋 為什麼把它留到最後呢 讓它嘗一口 先嘗一口然後聽我講 好 因為它裡面有花椒嘛 廢話 當然它就是有花椒 但是它這個蛋呢 就有點像是 嗆多的感覺 所以它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配一口白飯 上面再撒一點它的那個肉末 然後再加一點辣椒 跟它的蔥 這真的要配飯 是不是 它的那個香麻 然後讓你一口接一口 然後呢 不吃辣的也會吃一點點 因為它的香氣非常的足夠 還好 不會很辣 對 這個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就是不吃辣 對 不吃辣的也可以接受的辣 然後呢 我們還有稍微就是加嘛 就是它 其實它們家更厲害的 就是還有這種切得很細碎的豆干肉 也是它們的招牌 這是功夫菜 這真的是功夫菜 然後又是一般家常 都可以吃得到的小炒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也可以稍微配一下 配一點白飯吃吃看 看了就好吃啊 對 我自己是覺得 在過年的時候 我喜歡吃的感覺 不是那種大菜 例如說大魚 大肉很 太多的那種擺盤的 我喜歡的是 真的眷勇可以記著的味道 家常 家常 傳統的味道 然後小朋友他又會記得說 媽媽 我們其實每年吃的 大概都是這些 長大以後他就會回想說 我以前吃的過年 都是吃著什麼樣的味道 我覺得小朋友會非常愛這一道 而且小朋友會有一種吃法 對 因為它那個蛋裡面 是有點糖形蛋的感覺 對 可以把那個蛋黃跟白飯一起拌著吃 它基本上就是飯掃光的一道菜 對啊 好可怕 這幾道都很便宜 但是他們現在都是推酌餐 他過年就是推酌餐 然後你這些可以另外再點 對 然後這一鍋我記得是幾百塊 沒有很貴 真的 幾百塊而已 所以我剛才是 肉絲 很好吃這個 超好吃 對 所以我以為人家在 是一定要配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上了大概幾分鐘 五分鐘左右 會被全部淺光 對 真的很好 真的很誇張 你們不要了可以給我 看它切得這麼細碎 切得這麼細 然後一般的炒豆干 都還是我有一個那個 豆味 對 他們處理得很好 沒有豆味 然後又很香 好耶 謝謝妮儀 好吃 好吃